今天咱们拆解一个23年前卖一万多块钱的诺基亚手机 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为什么它卖这么贵 手机我们看一下这按键,是香蕉按键 时间长了,磨损的比较严重 屏幕黑白屏,外置天线 然后这个开机键是在上面 手机呢,现在是因为时间比较长了,电池报废了 开不了机 充电方式,它又可以下充,也可以坐充 现在我们把它给拆开,来看一下 先把电池取下来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有个禁忘许可证 型号是诺基亚N5110 这是1998年生产的手机,到现在呢正好是23年 当时这款手机出场的价格大概在一万块钱人民币左右 是个非常高的奢侈品 然后在那个年代,这个手机品牌呢也比较少 只有诺基亚摩托罗拉等一些国外品牌商 像国产的品牌是根本没有的 把它拆开,看一下它当年的做工到底是什么样的 98年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北京的时候 当时手机打电话好像是一块多一分钟 然后接打都是要收费的 然后只能打电话,还不能发短信 手机网络不支持 然后上面还有螺丝,把这表再给它拆开 看一下这个板子是多层板,是双层的 上面的原件还是比较多的 看一下这个CPU啊,这么大个 相当于跟现在的比一本电脑的CPU大小应该差不多 个头还是比较大的 原件都是比现在的原件要大 然后把这个主板先挡出来 诺基亚手机一般它都是比较扛摔的 我个人认为它是和它的设计有关系的 它设计的外壳比较稍厚一点 然后特别就是这个螺丝 螺丝个头比较大 个头越大,它的越扛摔 这是它的主板 然后我们开始来讲一下 这是一块电池 这个电池是更换过,不是原装电池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这个 这是前面的一个塑料框 上面这是一个听筒 听筒和喇叭它是一体的 这一部分就是上边这个按键部分 这儿是显示屏 这个是开机键 我们把这个屏幕再给它拆下来 黑白LCD屏幕 这个屏幕是没有排线的 看一下 它就是相当于和电子手表 那个屏幕是一样的 LCD屏幕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下面 这个小东西就是一个送话器 它就是话筒 打电话的时候往外送话的 这些是金属弹片物理按键 然后看一下壳子上面 这儿还有个小的电子元件 这个东西是一个扭扭电池 这电池个头还很小的 扭扭电池 再拆下这个主板 上面这两个是屏幕罩 先把这个屏幕罩给它拆下来 这边还有一个屏幕罩 23年前的做工 任重道远 分量还挺充足的 原件比较多 你为了 工分量bec器 第二费 图 这里 我 机 h